很多人都說舒奇是不再讓你孤單的演出是非常之好的 可惜的是遇上無敵的葉德寒 你會不會覺得不值呢? 不會不會 因為其實在預料之中的事情 所以自在參與 而且桃姐那個Dini J 就是葉德賢小姐她也是我非常喜歡的一個偶像 所以她拿到我也很開心 尤其她在台上唱歌的時候 講真的那個氣勢還有那個情感 我覺得那個感情是 我大概還要再修好多年好多年 好多年以後才有辦法修到的 所以實至名歸真的真的 適逢金像獎的第二天 就是舒奇的生日 同場的汪詩詩 就專門幫老公恩子丹 買定禮物送給仇星女 嗯 是不是為了上一次微博事件 向你賠罪呢? 沒有沒有沒有 我覺得很多事情不是因為個人的問題 跟個人沒有關係 跟社會可能或多或少有一點關係 所以希望這個世界是充滿美好跟愛的 其實自己有沒有想著 開個微博跟大家去聊聊天 我會我會 其實我其實沒有什麼 不是故意去做一個什麼動作的 我只是覺得 我希望一個比較和諧一點的小世界 對 講到和馮德倫的菲文 她就說和對方只是好朋友 那就是有沒有機會感情再昇華? 講真的很多事情呢 都沒有一定 也沒有未必 但是 每一個都是機會 好嗎? 最大機會應該是老微博喔 因為可以生日娃 我可以出雷囉 好嗎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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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嗎?